人最大的烦恼就是选择太多了 为了减少选择 我每天穿一样的衣服 吃一样的食物 我是甲胶卷 我喜欢摄影 特别是极简风格的照片 所以我爱我的家也设计成极简的风格 我的家是传统的90平米的两房一厅 墙面没有任何的装饰品 大面积留白 空间就显得更加宽敞 阳光洒进来有一种自然的美感 我认为家具首先必须是实用的 因为我不看电视 平时就听听音乐 客厅就没有放电视柜 而是放了具备储物功能的柜子 上面只放了一个音箱 沙发的近身有80公分 既可以摊也可以睡 这张黑胡桃的石木餐桌 既可以吃饭也可以办公 卧室为了节省空间 我也没有放床头柜 全都用椅子替代 平时就随手放些简单的物品 有朋友来的时候 还可以拿出来做 一物多用 我没有衣柜 两平米的衣帽间 放下我所有的衣物和杂物 我只喜欢基本的款式 比如夏天穿黑色T恤 冬天就是黑色的毛衫 鞋子不超过五双 出门时不用想太多 穿上就走了 厨房更要简化 我只留下最喜欢的几件餐具 喝水的杯子也可以用来喝酒 喝咖啡的杯子也可以喝茶 食物尽量用简单的方式制作 吃起来也不会显得太麻烦 就像《瓦尔登湖》这本书里写的 别去做成百上千件事 只做两三件就好 别追求上百万种东西 只要五六种就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